mejor Alright 所以現在我們就先來開這個 然後它最近推出了很多蠻多那種比較Pesto的color 所以我就選擇了這種比較有點紫色 然后又有一点蓝色的颜色 就pastle color 这个 TANAN 因为我平时很少这样的衣服 我不是黑就是白 不然就是运动服 所以就买了这个 然后有一个牌这里 The Everyday Tee M Oxwhite 所以我是买M size 然后后面他就有写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bout T-shirt is where it fits That's why we've designed our fit like it was tailored just for you OKOKOK 所以这个是他们的classic crew classic crew neck tee 后面就有写到他的design 是design to fit your body的 所以就来看看 到底他的那个fit有几fit 所以let's穿上去 OKOKOK 所以现在我已经穿上去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是蛮fit的啦 然后这里是短短袖的 就是他不是这样长的 然后还是比较短的 然后过 他这里也是fitfit的 就是刚刚好 刚刚好 你看 M muscle muscle OKOK 就刚刚好 不会有太大的洞啊 还是太loose啊这样子 然后穿上去整个感觉就是很滑很顺 然后就是很舒服的感觉 然后不会感觉不到太热或者是太粗 所以整体上穿上去是蛮舒服的 然后等一下我就给你看一下我站起来的样子 然后我们出去拍一些b roll 比较美的那种 OTD的b roll OK Next one which is the oversize tee 然后我本身自己是蛮喜欢oversize tee的 因为我觉得我本身很会流汗嘛 然后如果穿一个普通T-shirt的话就会很普通 可是我要cash的来有style的话 Oversize tee是有那个style在的 所以 Let's try on 它的oversize tee OK所以 它每一个包装 刚才忘记给你们看 所以它每一个包装是有一个zipper的 所以它是来一个zipper bag And then Let's open it up OK Oversize tee我也是买M size 然后这个color是比较接近肤色的color 然后这个color也是最近我蛮喜欢穿的color 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我有一件长袭衣服 它的color也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觉得是蛮适合我的肤色的啦 穿下去会显得我比较白一点 然后现在摸上去这个整个material的感觉 是跟这个差不多的 它的整个cotton material就不会太厚 也不会太薄 然后不会也是很滑很舒服的 然后let's see它的cutting 因为这是oversize tee嘛 所以应该它的cutting会比较长一点 oh ok ok 它有一个pocket 然后过它这个叻 如果你可以看到的话 它这个是藏过后面的design 它后面是藏过前面的 然后let's try on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肩膀这里是比较宽的 然后过它的那个sleeve 它的那个袖子那边也是比较长 然后比较宽的 然后整个pocket也是在这里 然后整个东西 它整个穿后感 整个穿的感觉也是蛮舒服的 然后也不会太热 因为有时候那些oversize tee 它是比较厚的它的质感 然后这个的oversize tee呢 它的质感是跟那个t-shirt一样 就是有那种平时你在uniclo买的那种material的感觉 所以现在我就来叫我的弟弟 帮我拍一个oott的bureau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我这个穿搭 然后这个t-shirt fit不fit 那个body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先讲一声啦 这个oversize tee我建议你们会买比你们自己的size大好一点 因为我这个我是买跟t-shirt的size一样 然后我觉得有一点买错了啦 因为它穿下去的感觉不会太oversize 也不会太fit 就是有一点lose lose 可是又没有到oversize的感觉 所以下次如果要买oversize tee的话 记得记得要买大一号的或者是大 我觉得大一号应该ok啦 你们自己去尝试 因为我也是还在尝试阶段 所以Let's check out my old tv Let's go Bye OK啦 所以今天也是一个很随心的一个video 因为我刚好买到OXF 啊 要跟大家讲这个纯粹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因为这个不是贊助的OXF OX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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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的video就到这里啦 这个也是我第一次买奥帅的衣服 穿起来也是蛮好看然后蛮舒服的 所以我们下一个video再见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video的话 记得按like subscribe 还有订阅 还有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